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闭嘴 你会流泪 又不是说我老公她的嘴根本停不了 就喷 就是很爱喷 是的 咱们最爱BB的汪小飞21日在微博一句 你给我浪费换个床垫 让大S家里的床垫成为全华人圈最瞩目的床垫 而23日又因为汪小飞一句 床垫给烧了 于是床垫就真的被送到S Hotel等着被烧了 最后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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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我们怀念他们 掩饰着安息 你们老板小飞不是说要用烧的吗 小编期待的是这种画面 上开文件 上开锁链 烧会 还有还有这床垫的牌子 也不是近千万的瑞典牌海斯腾 而是市价约10万的英国牌喜丽丝 这就是大S没硬点 对 昨天从大S家运过来的 因为废区的床垫是属于大型垃圾 饭店没有办法使用 对 那也没有办法烧毁 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回收厂商 来针对床垫的部分做回收做烧毁 我们有支付费用给厂商的 多少多少 一万五 S on tell公关后也补充表示 是针对送来的床垫做处理 并不清楚床垫品牌 老板也没特别交代 总之不管是千万还是十万的床垫 最后还是只花了一万五 五分多钟就变成这副惨样了 在回来心埋的无缘的人 哪不爱照头也没才敢 过去唱这出 云人的故事没了的梦 在回来心埋的无缘的人 哪不爱的梦你这样啊梦 祝你真相传奇的回忆 这样啊梦